距離上一次的旅行是多久了呢? 我已經想不起來了 這幾年一直都在依靠著攝影賺錢維持生活 我想說做攝影其實挺累的 尤其是當你還是個菜鳥的時候 當興趣真的變成了職業 就很容易會被現實的問題充掉你的熱血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有了許多的空腦 作為一名本土的攝影師 我一直都想做一個本地的旅拍視頻 我就是這樣 總是喜歡拍一些不賺錢的東西 那這次就嘗試做一個吧 成功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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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ke a rick and save 谢谢观看